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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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 或者各位校长、老师 午安 我们今天的讲座是讲初小的 我知道大部份都是家长 小朋友都是一二年班的 我们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家长和学校 这么紧张密书呢 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们这么紧张密书呢 我们有个麦克风 或者可以请Carmen和同事 问一下家长 为什么你们这么紧张密书 中英文密书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除了我还有提示之外 就这样访问前面那几项 密书很重要 最重要是拿分 拿什么分 拿成绩分 如果学校没有拿分 不给分你 你紧张吗 都相对紧张一点点 我想这个是很紧张 因为密书就占我们考试的 十分的平时分 绝大多数都是 如果没有了 想着这十分都可以够 如果小朋友成绩没有那么好 都有十分可以够 但如果没有 就真的没有那么紧张 这个是一个分数 第二个呢 先生学校都会用一些密书来看看 为什么呢 他觉得可以这样一刻 看看小朋友学成什么 第三个呢 实际上我自己教过书 我也知道了 密书是容易改很多的 密书比作品容易改很多 很快出来改完了 也看到学生的成绩 那这个呢 其实密书好的小朋友 是不是成绩一定好呢 邓校长 有两位校长在这里 我们请校长讲一下 密书成绩好的小朋友 是不是一定是学习成绩好呢 应该不是 因为密书就是背记 但是我们要的学生 不是就是背和记 是的 我们自己在教育界就知道 密书成绩好的小朋友 不是一定读书读得好的 读书读得好的小朋友 密书大多数都是好的 但也有些是不好的 我有个朋友的女儿 就在一家名校读 那么爸爸就很担心 很害怕的 因为经常都被先生 逛去见家长 因为密书经常都不合格的 但是他觉得 小朋友一定要读到 小学的六年的中文 一读完中文 就家长和小朋友都脱苦海了 立刻升上去那些英基学校 不用密书 但是小朋友一路读得很好 去到外国读大学又很好 回来香港已经做了一份好好的工 因为小弟的密书有时 他可能还没开校 他六年班 就是整个小学还没开校 就是他吸收英文 读的英文还没够多 所以他还没很潜移密化 拿到拼音的知识 因此他小学密得不太好 但上到中学他已经读了很多中文 英文 所以他很自然是密导书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紧张密书的 我自己教书 我就不紧张小弟们密书的 我最紧张小弟们是否愿意看书 愿意读书 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那究竟密书有没有用呢 其实是有用的 密书的作用就是寸字 寸字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作文要用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就是寸字 第二个是寸字 也都要用的 我今天刚刚才见到我的学生 那些学生今年考大学了 他就说现在原来中学的老师 常常要他们念一些 漂亮的字眼 漂亮的句子 因为原来作文的时候 你能够写到complete sentence 有漂亮的句子 漂亮的字眼 你作文是加分的 原来你懂得写 不是字 是整句 我们所谓 favorite verse and phrases 就是美句 佳词 是帮我们作文 这个是真的 第三 所谓unseen dictation 听写 也都要用的 我现在见到有些记者在写东西 你写东西的时候 你就在买书 因为买书的字典的解释 就是我说你写 大家去找英文的字典 买书为什么 所以买书是有作用 但是就不是那十分 而是将来他出去读大学的时候 他要写笔记 出来工作的时候 老板说话你要写下 老板叫你做什么 那些都已经是买书了 那么密书是有我们的作用 如果密书 我们经常都说要死记 但是那些同学告诉我 死记是没用的 记记下来是乱了的 稍后我告诉你 小三有一个叫死亡的字 那个字很多弟弟都串不了的 因为他用死记的方法 可不可以猜到给我听 三年班有一个字 是死亡的字 哪个字 三个字 三个音节 很多小孩用死记的方法 当然是调转了字母 想想一下好不好 待会我们要开股 是哪个字 是哪个字 丹利索 没有三年班 好像小姨的字 是吧 B字头开头 B字开头 是什么 待会才开股 如果我们不死记 就要认识中英语文的分别 所以我今天是讲中文密书 和英文密书 是要告诉大家 两个文字的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按步就班 来去密书 小弟哥是不会很痛苦 然后又帮到他们 有这个串字密书 密写的能力 配备他们上大学 英文我们就要注意 有系统的教评音 教语法 中文如果写一对 就有中文构字的原理 我们读书了 最重要的五项就是核对 Proof Read 我发觉很多学生 没有做这件事 很多老师教书 也没有教学生 是Proof Read 读完之后 密完之后 要自己看看自己密得对不对 我希望待会就会讲这些了 中英语文的分别 第一个字 类字 这个类字 我们很多字 这个是形声字 上高大家知道是什么 下雨 下跌那四个轮 那些是什么 闪电 在田里 其实我告诉你 那个不是闪电 又不是田 是四个轮 那些浓浓的声 就是那个轮 那个轮 那个闪的声 所以这个是雷 那个龟字 是不是整个龟 那样 我们中文字 真的好漂亮的 我们的象形字 是很好玩的 中文字 很容易认 不过很难什么 写 很难写 英文就是一个拼音文字 这个中文就是一个拼音文字 所以拼音的文字 我们有适当的抄写 我现在说适当 不是炒整版 那我稍后就讲一讲给大家听 王振霞教授研发的一个中文字母 是帮到小鹿哥 是很快趣很简单 就写了很深的字 包括个龟字 写了五次就懂了 那英文呢 我们就要拼读了 就分音字 大家都知道 是有这个拼音的规律 85个英文字 85个percent英文字 是有规律的 那如果我们拿到一个拼音规律 小鹿哥就不要死记 讲英文物书 那如果我们说 比如说 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小鹿哥 第一个字已经写错 那你那个字一定错了 所以我们说damp 那你大家会第一个字是什么用 写个什么字 damp 就是个什么 d 如果我写到damp 第一个字 他都写错 后面就不用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那个英文字的头音是很重要 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个字没有写错 已经是错了 所以如果我们是要帮小朋友密书 他真的要听到那个音 尤其是第一个音 所以密书的第一步 就应该是填头音的 那小鹿哥常犯的错误呢 这些错误呢 都是我教书的时候 看到小鹿哥的问题 第一个字呢 第一个字呢 他看呢 他不是读出声 他用眼睛看 用惯学中文的方法 用眼睛 他不是读出来 那么他就写了个课 in 和 on 就更加容易错了 差一个字母而已 第二行呢 mate 其实大家知道 应该是什么字 他应该是meet 他又差不多 那些字母调转了 那么呢 你这些字呢 都是错的 Pylori 应该有什么 RR 那这些字又错了 那么我们怎么帮他呢 一会儿告诉大家 Butterfly 这个字呢 就是死亡的字 三年班 为什么呢 他死串 B-U-T-T-E-R-F-R-Y B-U-T-T-E-R-F-R-Y 很多小鹿哥是这样学串字的 他串着串着就串了什么 B-U-T-T-R-E-F-R-Y B-U-T-T-R-E-F-R-Y 那就串错了 所以我们是非常不同意 在学龄前 已经要勿英文 勿书 大家有多少个小朋友 你们学龄前学校 已经勿英文的 请举手 有 你们不好意思 因为我说了很不喜欢 因为有小朋友自己串了 真的好 真的不应该的 是很不应该的 不用那么急的 香港就无论什么都要快过人 最好不用怀胎十个月 怀胎五月出生是最好的 是吧 什么都要快过人 其实是好不好 他的基础未好 就已经要去做 就学坏了 正如我们不应该写字 就很早去学 写字 于是就学坏手 大家看看有多少个 很多银行的小姐 握笔是这样握的 你就这样看看 你看那些银行的 他整只手用了 整只手来握笔 为什么 这些一定是三岁已经握笔 他不够力 用这个 他用整身的力 就坏了 英文就是太早去 学龄前经物 他就只可以传 如果我们学龄前的老师 是知道怎么教他 英文 还是调头音 他已经打好了基础 这个butterfly 有时候我们在麦当劳吃饭 已经看到小姐姐 就是传错了 就是我很八卦 见到小弟哥在那里 我就看着他做什么 他就真的 就是做串串这个字 出来给我听 第二个常犯的错 就不是根据你读我的写 这一个是我的小朋友 学生来的 我是很欣皮的 我第一次密书 每个学生 一来到我第一次密书 比如说有三个女人 因为之前不是我教的 他们就 维路姆威 一定都是这样密的 听都不听我说什么 就密了第一段出来 第一段红色框着的那段 不是我密的那段 不是我读的那段 是书的那段 这个完全就是错了 因为我没有读到这里 你就密了出来 所以他只有81分 这个已经是五年班 因为我们五年班才开始有分 一二三四都不给分 五六年班开始有分 配出 就是准备去上中学的时候有分 所以如果小朋友密书 密对了需要一个聆听的能力 比如说BAMP 他知道 他有个耳朵要靓 你要听到 第二有平音的知识 比如M A E T 如果我们有平音知识 AE读什么 两个Vals 在一起读第一个Vals Letter name 就是A 这个应该读Mate 第二个字M E A T 就读什么 Meet 这个就是平音知识 如果他学了 我们18个响音的平音规律 他就知道应该是哪个 密段落 Sene Dictation 他有语法的知识 Their books Their和Their 差不多音的 如果你看音飘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些高点低点音 对不对 如果在角落头的小朋友 有时候听不到先生是什么 他就要用一个语法 Dramat的知识 Their后面一定是跟着Nan Their后面一定是跟着Verb 这些完全是我的学生的错 He 后面 如果是Present tense 一定是什么 Runs Third person singular 如果我们真的要小朋友密得对的话 他会有这些语法知识 第四个语意知识 什么叫语意呢 We eat food Vegetables and rice every day 我就问小弟哥 不是错了吗 为什么错了 你告诉我 有个小弟哥是对了 他说 因为后面那个什么 Vegetables and rice 那个rice两样都是什么 都是food 所以应该是 Fruit F-R-U-I-T 可能先生读得不是那么准 不是那么大声 或者他自己听错 对不对 这些就是语意知识 如果我们有这些知识来密书 小弟哥才是不需要死记去密 美国做了一个研究 如果要有这些知识 在美国是要有九年才掌握了这些知识 如果我们在香港一二年班 已经要这样密整句 那只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死记 所以如果我们小朋友是死记密书 不是小弟哥的错 而是我们大人不能够按部就班去密书 如果按部就班密书 慢慢地去密书 去四年班 去可以unseen dictation 我这本书 就放了一些例子出来 我教那帮小弟哥 四年班开始unseen 他的基础就很好 一年班很浅地密书 他们现在上到大学 英文密书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不是死记忆 根据这几种知识来密书 第二个 密书要改正 通常先生错了 一个字就写什么 五次十次 或者整篇抄一次 这个没有帮到小弟哥的 如果家长想帮到小弟哥密书错 就问他自己想一下 为什么错 找出为什么错的原因 是不是拼音的知识做得不好 像meet和mate的字 语法语意是不是不清楚 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不需要抄十次的 你要读回整篇出来 或者告诉你为什么错 他知道为什么错 他下次就不会错 不然他就照抄 那呢 职合拼音语法知识 按步就班密书是怎样的呢 第一个 有一定 letter names 和 letter song 所以要知道 二十六个字母 音的名字和音 B就读什么 Baddy Dashika 很奇怪 有个家长昨天告诉我 因为我有开小弟哥 我要知道小弟哥现在怎么样 有个家长告诉我 他女儿读了三次 是吗 拼音班都不掌握到 那他说你怎么读呢 那很明显 拼音基础学得不好 那如果我们想知道 小弟哥二十六个字母 他是不是行不行 你就用完这些 二十六个字母 这些 就让他听 读 问他那个字母 Baddy 如果他还没得 麻烦 那个基础由头打回去 那个基础由头打回去 我们写的书 就是这一套 二十六个字母 第二个单音节 就要按拼音规则三次 读出就能够拼写 Baddy 这个onset rhyme 这个我自己是非常重视的 是很紧要 那他怎么样玩法呢 待会我们有个机会 就和大家玩了 不合拼音规矩的串法 8 这个8这个字 是不合拼音规矩的 为什么呢 EIGT 大家听到 你已经知道 如果按拼音 EI 读什么 EI 两个VALS 一起读 第一个VALS EI 读E G 读G H 读H 这个字是不是这样读呢 不是 所以这个H 这个字 就不按规矩的 那这些呢 我们就整个字 去记住了 就告诉你 这个字 不乖的字 GH 不发音的 那么多音节的字 这个就要分开音节 今天我说的速成法 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记住一个 叫按分音节 分音节已经帮了小朋友很多忙了 如果物据指 段落 暗线 就要先明白整篇 说什么 你明白 你才可以记住 那这些字 那这些字 和这些字 我们就 或者是 看看有没有时间 好吗 或者也不用了 都有一个歌 这一套书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用唱歌 唱完音 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容易的 有效的方法 他可能不是用猫 你要帮我 我不乖用 听听 我们听一点 然后就 Letter name B Letter sound B Letter be Letter be What is your soun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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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歌 带动那个音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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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小一 有26个字 小二 就是 Counciling B 我们一路下去 小沙 要玩一些 就是换了头音 就怎样做 例如我在这里 就可以试试大家 这个基础很重要 如果你是学龄前和小学 就AD 读什么 AD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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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Ca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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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这个是最基础的 为何这个叫CVC pattern呢 就是说这个V 这个V 是一个simple 是const 它的音是很固定 不会变的 这个基础就要打好了 打好了头音之后 第二个呢 我们就换个尾音了 A B AB AB 打AB Dab 我把B 换了做T 读什么 AT 打AD Dat 第二部分呢 就换个尾音 第三呢 就换个尾音 OT OT OD 打OD DOT 这一个呢 CVC pattern 很稳固 头音 尾音 中间音 然后才去学买了这些字 买了这些音的pattern 先去慢慢转去做双音节的字 然后慢慢先去句子 我们这些就叫做 有按部就班去英文 这些语音家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它是学了一些 因为很多长的字 都由这些短的音节组成 那分音节的敏感度呢 就是George Müller说了 就是人的无意义的记忆呢 中英文也是 稍后我们讲到中文的时候 这个一样出现了 就是7加减12 比如这个电话很长的 如果我们想容易记是怎么样 将它斩开去 比如这个字很长的 unpretentable 如果我要记它 unpretentable 这样就容易记 对不对 还有拍音节 Mediterranean也是 你将它分开了音节 你就很容易去读到 然后就拼到了 这个第三部分 就是用 透过这个训练 小孩听头音 中间音 和尾音 就是同一个字母 因为我们中国人 广东人是没有尾音的 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 他有尾音 尾音不同了 或者吃了 就在英文来说 就是一个不同的字 长音短音是不同的字 没有尾音又是不同的字 我今天不是说拼音 所以不要说太多了 去分音节 我们传统就有这些字典 好的字典 也有分音节 我们要买一些分音节 现在一个更加好 这个网址大家有机会抄下去 dictionary.reference.com 这个音节有发音 有音节在 是非常有用的 我那时候 另外跟一些新移民的初中同学说 都请他们 大家互相合作 用了这个方法 将一些字 慢慢拆下音节 如果不懂读 按个字 比如这个字 我们香港人怎么读 读什么 我们香港 如果根据他 我们读什么 hamburger 重音在第一个音 这个就是 一点在上高 那个就是stress 这个就是分音节 大家抄了这个网址了 一个很好用的 这个小四就是十八个原音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出的拼音书 是不会教到这里的 第三部分都没有教 就是刚才头音中间音味音都没有教 只是教了那个 letter names letter signs concerning brand concerning diagraph 在头上 但是这里他们没有教 因为他们如果没有语的话 他们已经看很多书 已经有很多规律 是耐化了 但如果我们中国人学 最好跟他们学完整那一套 十八个响音的规律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不难的 三个规律读了十个的了 已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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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玩些游戏了 第一个 manetic letters 就刚才讲了 第二个 oddment out 就是 这个 manetic letters 第二个 oddment out 那 这一个 就是我们小学一年班的物学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我们弟弟们不怕英文 不怕密书呢 最重要来说就是 他容易怎样 成功 有自信 而我们很迷的呢 一年班开始 第三个礼拜开始 英文书 或者中文书呢 是已经令到弟弟们害怕了 这个就最令到我们小朋友呢 是怕了学语文 怕了密书 如果只是填头音呢 他很简单的 譬如我第一个字 我是dad 那我给他选 他会选谁呢 填个d 他很容易呢 就已经拿了合格 对了 让他有自信 让他有成功感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oddment out的游戏啦 第三个呢 我们就玩一下游戏啦 那也都要看一下呢 那个先生是怎样教他呢 猜择 看 诀 我想 猜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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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猜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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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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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這些都是我們小學玩的遊戲 上去音樂 你可以先把剛才 你都喜歡玩嗎?好 回家跟媽媽玩吧 你又將剛才我們說的CVC pattern 就做了這些 給它玩 是很便宜的 不用钱的,你就这样写在卡片上跟他玩 那么他的基础先优了 接着来玩的游戏,你可以有一张白纸的 你跟旁边的同学玩,我们就是这样跟他玩的 密书之前,譬如我今次要读五个字 回去念了五个字,密书之前就玩打井 你爱过什么字,我爱过什么字 一路读,一路打井,是不是很好玩了 他认识了,其实很多时候小弟哥就认识了之后 然后才真的密书,那是不是很容易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帮到他的 抗就是我的学生,位就是我 抗和讲下有个不同的小弟哥 这些是一年班的,二年班的字 第三,拼写拦字的方法 对消息和耳朵入比眼睛更加好记忆的人 就看着那个字 然后写下来,譬如8 知道是EIG,有个T,8 EIG是一个Pattern,一个Spelling Pattern 这个Spelling Pattern就读个A音 譬如S-L-E-I-G-H是什么呢 Slay W-E-I-G-H呢 Wave 所以E-I-G-H,这四个字母就读个Long A Sound 这个我们就记住它 那譬如Remember 拍音节是很好的 或者分了音节,然后跟S-L-E-G-H 读完,读完之后就叫它核对了 那有些呢,你见不见到那些小弟哥这么密书的? 我就见到那些西人的小弟哥 那些字要密的时候呢,它就这样圈了,画了 就是我不认这个,我不认这个方法是我对的 但对于那些用眼,学义,比耳朵好那些 他就会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呢,就是我看到一些外国教小弟哥密书的方法 那你看看你自己的小朋友 是耳朵学义快点,还是眼学义快点 第三种就是三本齐 就是读这个字,按音字密写 就是用这三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用一个字作一个句 写一个句子 那就是说你的字真正在句子里面运用 这个就是最好的,记到个拦字的方法 那这个呢,第二天就可以请人再读一个字出来 给你试一下 那这些呢,叫Sight Word,为什么呢? 在中间有些字是没有音的 譬如,Often 我们不是在读Often 在读Often Listen,T不读,Cuzzle 我红色那些字呢,是完全不读音的 譬如,Although 是吧? Through,Though,Although Gh是不发音的 如果我们真的教评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告诉小弟哥 不然小弟哥就说 G为什么不读音呢?H为什么不读音呢? 那这些呢,譬如Wenstay这个字呢 就是银皮字来的 为什么呢?Wenstay是只有两个音词的 Wenstay 因为D和E是不发音的 那我们不是读Wenstay 是读Wenstay 那我们就要告诉小弟哥 W-D-N-E-S Wenstay 凡是不发音的那些呢 就特别告诉你 这个字母是没有发音的 用一个 这些都很容易 因为一个单音节的字 你读完之后 数一数它有多少个字母 那就知道呢 再读一下,漏了一些字母 不适合的数目字 我就知道读错了 多音节的那些呢 就一定要分音节了 好像刚才我说的 你这些不用抄的了 你家里的小弟哥那本书 有很多这些字 不过用力就不是很好 那有些呢 譬如说 Days of the Week 那些呢 我们就唱歌 就先唱了它 譬如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Th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These are the days of the week Seven days of the week Today's name is It will 好了 不唱完了 唱歌学英文是很好 因为小弟哥呢 在唱的时候 脑子是很轻松 放松了 但我们密的时候 可以不顺着它 我们先把那些浅的字 先密了 Sunday 是不是最浅 Friday Monday 最难呢 就是Saturday and Wednesday 那我们就后面的密 同样 那个十二个月份 我记得我六年班 这些就密到头都痛的 是吧 那我们有一样可以先唱歌 然后呢 又是可以先把浅的那些密 一个音节的那些密 然后最难的那些呢 就放在后面密 按了音节呢 它容易密很多 Jan you are me 那那个时识 刚刚在书转里面有个家长就问 二年班好不好 要不要密时识 我说二年班你当它 好像九音 九音 七 那些 九音歌 念了它是好的 当它还不是紧张的时候 cut cutting cut cut 那你给个调子 放了它 放了它 我有一次呢 去一间学校里面 看到他们 把那些九音歌 那些 这些 Tenses 写在楼梯那里 那每个学生走楼梯 就看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在家里也可以的 把这些字 同一个patterns 那些呢 今个礼拜 就是这个patterns的字 有空就看一下 有空就读一下 让它潜移密化 进入腦里面 又不要在六年班时才做 有些学校在六年班才教 是迟的了 因为六年班 它已经要考试了 很多试考的了 那它就不记得了 你低班一二年班 是轻松的 就当唱歌唱出去 都是一个方法 那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合对 那所以呢 密书的小结 我们自标 自标就是 首先我们成人 包括我们家长 和先生 要了解密书的意义 和步骤 因为有时 学校不想密 先生就说 那些家长 为什么要这么浅 为什么要密书 那个沟通很重要 如果我们家长 知道密书 是按部就班 去密 就不用逼学校 很快就要去密书 那第二 一件事很重要 弟弟感到密书 容易有自信 这个是很重要 不要经常都觉得 他有很多个红鸡蛋下去 第三 这个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就是买教科书的CD 我用这个方法 是帮了一个朋友 他们是内地来的 专业人士 爸爸是医生 妈妈是护士 但也不懂英文 内地来 他们很想 那个女儿学好英文 我又不懂英文 又不会去补习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不需要去补习学校 小学是完全不需要去补习学校 是不好的 赤锡金教授也做了一个研究 是说对孩子是没有用的 是有害的 那你又怎样帮他呢 第一个呢 因为都是要应付学校的功课 就先买了学校的CD 英文教科书 有得卖的 如果学校叫你买书 如果没有买书 你去买书店 读民去买买 买买买 要每天都听读 聆听朗读 如果我想说 你弟弟的英文好 最好就读一些地道的英文故事书 不仅是读教科书 第二 你就算用教科书 你都要买个CD 不仅是听先生的英文 你想想 先生在学校上堂 讲读一两次 你回家的弟弟 能否听得到 记不记得了 当然记不完 那你就要买个CD 然后就要跟他朗读 分个音节 趁现在你们大多数买了教科书 回到家 就跟他 如果大那些 就可以请他自己做 如果小时候 你帮他做 分个音节 用刚才网上的网纸 分个音节 开学前做完 那你去开学 他就有其他东西 这个很有用 每天都聆听朗读的货文 和所谓的货文 我的学生告诉我 他妈妈说 他都不用预备货书 为什么 其实他预备了 因为我们教的货文 是每天都听 听了七日 第八日才去货书 是吧 那又分了音节 他看了 也看了这么多次 是吧 他都不敢读 你怎么敢跟别人说 所以说我们香港人 不敢说英文 就是因为我们 读都没读 读都不敢 然后前一两晚 才拼写 我是不是串 拼写 按音节 密写 头那两晚 第二晚再找一次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 密错了 找出原因 那个字本呢 就是说 要听多些 地道的英语故事 每天都写 系统学评音 系统学语法 按部就回来英文 这个就是字本的 那我们建议大家 都买一些 地道英文的故事书 不要买 补充练习 不要看到书展 很多补充练习 就是找个箱 整个箱拿上 补充练习有错的 曾经是消费者委员会 做过 学很多东西的错 做补充练习 那些呢 不一定是老师出的 也都不一定是 很好的老师出的 是吧 你做错 买些错的东西来做什么呢 不如看多些 地道英文的故事书 纽西兰来的书 这套呢 这套呢 就是我们和纽西兰 一起做的 经过市教的书 有很多阅读的故事 牛津的书 这些书 这些牛津的书 我们要的呢 英文书一定要有CD 如果学书外语 你没有CD 是很浪费的 你去到六年班 或者中一 你可以以外没有CD 但低班 就最好要有了 这个呢 BBCMX 我是非常推荐的一套 是拿了九个国际大奖 我送给学校的礼物 我离开学校 我送给学校的礼物 就是这一套书 非常之好 先生请假 不要浪费了英文堂 播这个片给他看 他自然学了很多很漂亮的英文 这个彤彤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就很怕英文的 爸爸妈妈不懂 但爸爸妈妈知道 不应该送去补习学校 他就听我说了 买个CD 分音节 他三年班开始 已经是学校 年年请他参加 英诗读诵 因为他已经读得很好听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机会 都送你的小朋友去参加读诵 学校挑选不到你的小朋友 不要紧 你自己帮他报名 当他站在台上 站多几次 他就有信心 有个自信 我们经常都派一些小朋友 不要紧 拿不拿奖 不要紧 最重要是你去踏台板 练一下声 练一下胆 我说完英文了 很快 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说中文 英文那里有没有问题 问一下 要不然我就去中文 然后再给大家一起问 好不好 先说中文 那我们密书 为何有一个更快乐 更有效的方法 你觉得中文难不难 小朋友 难 为何难 我都好听 你告诉我 为何难 哪里难 让他来说 我好喜欢听 那些 写字 那些 写字那些很难 你几多年班读 你读几年班 K2 K2已经写字了 这个难 真的在香港才有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政府 学龄前是不准写字的 你为何难 这个小朋友 因为那些笔画很多 这些笔画很多 很难记 对吧 嗯 是的 中文呢 我们是其实呢 两个字 你觉得哪个字容易认 龟字 旁边的那个是什么字 龟字旁边的一个 鸟 龟 鸟 哪个字容易写 小朋友 鸟字容易写 龟字容易写 龟字容易写 不容易写 是吧 龟字容易写 形而形 因为整个龟在这里 你反转它 就是一只龟 是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中文的特性 来的 看字的认读理解 其实都不难 因为看字呢 很多不滑 很多勇于道 还有很有意思的 比如家庭的家字 就是一个屋下 有个什么 住 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农业社会 每一家人呢 都是有个 有样住的 好字是怎么写的 女字一个子 是吧 你有女儿有儿子 你就真的很好 这些是很有趣的中国文字 第二呢 中国文字的构字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 认识了车字 你就可以认识什么 电车 马车 英车 汽车 火车 英文呢 那么多种车都是不同的字 是不是难一点 你想想 另外呢 我们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 英文就是什么 January February 每个月都不同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中文是容易的 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 但中文难就是难在什么呢 好像大家说 是难在写 我们中文呢 吃3500个字 已经可以看报纸的 英文呢 十倍的字才行 所以呢 英文是 开始是容易 中文开始是难 但是走到最后呢 中文就容易 英文就是难 那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 小时候 怎样教我写字的 现在老师怎样教你写字呢 我有读过K2 K2我没有写字 我K3都好像没有写字 我好像小学一年分才写字 我想K2都有的 可能时候写这些 一啊二啊十啊 那些 是不是 五至六岁之后呢 我们才学写这些字 那当时写是写成板的 是吧 写成板呢 欣皮的小孩 那些小孩会怎么样 写个林字成板的时候 会怎样写 写完旁边先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再就 这样写法呢 我们记不了那句子 但是现在呢 K2K3要写这些字 就是那么深了 所以刚才K2小朋友就说 很难 就是这样难 还有一个东西 有个家长告诉我 他的大儿子 医生的医治是K3下期写的 他的女儿小一点 医生的医治是K3上学期写的 深了多少 深了半年 为什么深了半年 应该大家看看我第75期的通讯 我们深了半年 因为香港小学三年班 有个叫TSA TSA越考越深 大家可以上一上去 TSA那个Facebook看 是有学者去分析中英数三科 小学三年班的数 是考小学四年班的 各样都深了 于是我们一年班都深了半年 一年班深了半年 我们K2幼稚园要配上去 帮他上小学 于是K3幼稚园深了半年 就是这么简单 深了这样之后又怎么样 我们小学校的考试很厉害 我们的Perl的成绩 国际试 我们小四学生 代表香港去考全世界的母语能力 全球是第一的 但是我们小四学生 阅读的兴趣 阅读的习惯 阅读的动机 全球包尾 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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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们教育学者 教育家看到这件事 他们很心痛的 如果一个人小四 已经不喜欢看书的话 他怎样说可以读完大学之后 不断自学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令到政府 是要取消这个小三TSA 有些学校告诉我 我们不用粗的 因为我们买的课本 已经是帮我们考TSA的 你买的课本 是帮你考TSA 麻烦你又看看 今期七十五期的通讯 有个教育署的高级读学 怎么说 他说TSA 只是考我们课程的一部分 不代表我们全部的课程 如果我们学校选择的教科书 是选择一些 为帮你配备考TSA 而不需要粗的 他只是教了你课程的一部分 不是教全部 明白吗 如果是说 由一年班下学期 已经粗到三年班 其实我们当时 五六年班才粗小学会考 现在不是 由一年班下学期 已经开始粗公开考试 那我们小弟哥有什么理由 不会讨厌上学 不会讨厌读书呢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不讲那么多牢骚了 我很喜欢发牢骚 不讲 过早写字 重复抄写 不适当的密书 这个是令到小弟哥有问题的 大陆台湾 学前不准写字 小肌肉 手硬血图能力 不成熟 执不写字 学坏手势 对身体有害 写字不工整时 又要拆 拆完之后小弟哥觉得怎么样 很有挫败感 挫败 醫生的醫治有個小孩拆到那本寶穿了 被先生說寫得不漂亮 拆到穿了,是哭的 這些是否錯犯感呢? 這些小時候已經令到小孩這麼怕寫字 怎麼辦呢? 重複抄寫就出現機械性練習 這個也是不適合的 但香港小孩的星小一 不懂寫字,行不行? 可以不可以生存嗎? 不可以生存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方法 當政府不去嚴禁學令前寫字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個方法幫小孩寫字 而是不需要寫壞手 又不需要那麼害怕 那就是王真夏教授那一套 這個痛苦的事情 歐樂文是一個醫生 他有一次幫小孩做手術 小孩的手指就刪了感染 要做一個冷凍手術 醫生就問小孩 你生活中最痛苦是什麼? 他說最痛苦就是溫習中文密書 為什麼溫習中文密書這麼痛苦呢? 那個小孩就說 你有沒有留意到英文和中文的分別? 如果我懂得讀一個英文字 我通常都可以寸出來 但是中文字是很麻煩的 會讀就不等於會寫 是嗎? 讀和寫好像是分開座的 所以這個就是王醫生 我以下的powerpoint都是王醫生的講座 不過因為今天跟大家說 我就問他借用了 這些就是台灣各小學生 筆劃添加的錯 見面的見面寫了裡面寫了什麼? 三環 這些下環都是添加的 這個就是筆劃散略的錯 它是差不多 看到那麼差不多就寫 這些是錯的 這些也是看到那麼差不多錯的字 好了 我請大家寫一下這個字 美女打噴 噴剃下的剃字 大家寫一下剃字 你們有張白紙的 看看噴剃的剃字怎麼寫 為什麼用這個字呢? 因為這個字只是在這個機會才用的 怎麼寫 是嗎? 自己很聰明 有位朋友已經說了是口 在這裏打噴剃 好了 接著大家寫一下 寫完之後對答案 看看有多少位寫一下 打噴剃 我們有一次的化罪 十位 你先寫一下 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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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沒有? 寫完我們開鼓好嗎? 寫一下 因為你寫完之後 你會很深刻的 以後知道自己寫得對還是不對 寫完了? 開鼓了嗎? 好 口字旁 上高呢 是一個十 跟著呢 是個帽 跟著一個田 跟著匹布的匹 我也寫錯 我的錯呢 我的錯呢 我是阿文 我就是 寫了個多了話 有朋友寫錯了是什麼呢? 沒有了這個 沒有了這個 這是常犯的錯 但現在我告訴你 我永遠記得 因為 黃教授的講訣 就用了這個字 口十母填匹 是不是很好記 那個十我們都知道 這個母 這個字母 是黃教授自己創的 他不是亂創的 就是這個 口十母填匹 這個口訣 傳統學習寫字的方法 就是死抄 死記 是沒有聲音去輔助 剛才所說的 沒有讀得出來的 太多的記憶議員 是個負荷 很多東西記 一堆 同一個筆劃的混淆 這些都是我們 傳統學習寫字的問題 聰明的小朋友就知道 寫完一邊 然後再寫第二邊 整個字是不會寫的 就會寫一邊 不會寫第二邊 不會寫整個字 沒有聲音來幫 譬如Spring 我們英文就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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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春天的春字 你怎麼告訴別人 你怎麼告訴別人 小朋友的春天怎麼寫 你可不可以用嘴巴 告訴別人 說不到 是不是 這個激字 有很多單元 有很多記憶 也沒有辦法告訴別人 沒有辦法告訴別人 這個字怎麼寫 是我們中文寫字的問題 這個字 如果你想記它 你怎麼記它 有一個朋友已經說了 第一個是甚麼 LCD 第二個呢 EU 然後呢 FBI TVB 對了 那便很容易記 是不是 將它斬開 好像英文一樣將它斬開 那我們要減少我們記憶的負荷 然後呢 就要將它 就好像剛才那樣 口實沒有填披 否則你都不知道怎麼記它 第二個呢 同一筆滑的混淆 譬如說你這個 橫樹橫 打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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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寫法 土字 事字都是打橫 打橫 那你告訴小朋友 打橫 打橫 那你 沒有個次序 你不知道是哪一個 那個石字呢 你說是撇 那撇是否撇出去呢 那這些呢 都是同一個筆滑 但是呢 我們是很容易產生混淆 因為是沒有了不信 沒有說過不信給大家聽 為什麼要重視不信呢 那黃珍夏教授就說 這個你記不記得 你很難記的 但如果這樣排了罪 你容易記嗎 容易記 三個圈圈 兩個這樣 三個框框這樣 對吧 我們如果把那些 不信的重要 就在於幫我們記 是有系統的記憶的 所以呢 寫字的次序 不信就是寫字的次序 是幫我們去記憶 那個字怎麼寫 這個呢 也是 那個聽字 我們很多時候叫什麼 以王十四一心 對吧 但不是每個字都可以這樣說 而且那個王字 其實不是一個王詞 是一撇的一個圖 一個事 譬如說工場章 我們有時候都會這樣說 對吧 但不是每個字都可以 那個龜字 為什麼小弟哥說最難寫呢 外大人都很難寫 對吧 因為沒有辦法刷那字 沒有辦法說出來的字 怎麼寫 那同樣小弟哥 整天有個口字寫個圈 對吧 為什麼那個口字 整天寫個圈 對 好像很容易寫 但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口字叫 樹節環 那你小弟哥就不會寫個圈 那王真夏教授 他就覺得 中文字是拼形的 其實我們看字最重要 比如第一個字是什麼 犯法 辯別 辯論 辯子 反 是吧 花反的反 這三個 其實左右都一樣 是中間不同 所以我們中國文字 其實是很依靠我們的視覺 是用視覺來看到分別的 那這個呢 王教授就把四萬個漢字 用了十幾年時間 大家知道王教授是哪位 很多時候電視一訪問老的東西 就請他講的嘛 那是老科教授 他很好 他不做立法局議員之後呢 就把自己的時間 集中去研究 怎樣可以把中文字 不需要拉丁化 因為國內是曾經有個時期 是說要把中文字拉丁化 才可以進步 那也都有很多輸入法 比如這個蒼蠅 例如節、促成 下班是不跟不順的 不跟不順輸入的 不跟不順輸入 他幫不了他去記 會很容易 會打字就不會寫字 那王振夏教授 他就要找一個方法 他的輸入法都要跟不順 希望弟弟的日後 會打字也會寫字 那麼他就把四萬個漢字 歸納為二十一個中文字母 以四萬個漢字 包括繁體、簡體、日本文 和韓國文的漢字 陳耀良 就將這二十一個字母 做了這個功夫 待會我給大家看看 小朋友如何打功夫 譬如說字 我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是怎樣寫的 十十環、十十寸 那寸 兩劃一動 那個寸 就是二十一個字母 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麼拆字的字 色字就是什麼 一個字 和心 平時都是看到的 但是心是怎樣呢 心就是 點、兜、點、點 這個字母叫兜 口訣就幫助我們用音來記 字母粗用功夫 就視覺和記憶一起做 這個就是二十一個中文字母 那我們看看 弟弟先打字母粗 給大家看看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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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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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在這裡裡面 就給大家兩個看一個字 這個班小朋友裡面 有一個是有讀寫障礙的 這個小朋友 是一間英文小學 名校讀 媽媽告訴我 一連班校期 他開始出現學習障礙 我怎樣找到這兒子 因為他去參加我們 暑期班那個寫作班 那先生叫他出去寫字 他寫了一塊東西 看一塊板 不是字 我說這個小朋友有些問題 我請家長來 送他去參加我的教育字母班 我發覺 他第一課 第二課都不知道別人做甚麼 但是 眼閨字為何難呢 應該先看 但到第三課 我發覺他開始開竅 開竅他看到字 用眼睛來看字 我最開心 他最後是第四、第五課 他後面我們寫的字 全部都寫完 龜字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 龜字怎麼寫 另一個部分是自己組成的 這個是甚麼 這個部分是甚麼 這個叫甚麼 這個叫甚麼 彎 彎 這個呢 補 這個呢 這橫我寫錯 橫 這個呢 橫 這個呢 樹 這個呢 角 這個呢 熱 橫 橫 曲 顏不髒 內 這班有兩個同學都讀寫有問題 這段畫是寫的 這個畫是寫的 這個畫是寫的 寫得很好 寫完備一 寫出來 寫的 這個龜是台灣龜 寫長一點 和香港的龜 為什麼我寫台灣龜 因為台灣的龜是有個fresh 寫的 寫的 好 我們出來寫龜 寫 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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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下去了 整班都很喜欢写龟字 这些小孩是升小一和升小二的 上完这班之后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字 第二个 现在跟着这个小孩 你们留意 他是漏了一个字 我们用什么的方法 我们用什么方法寄留的东西 我们看看 这个小孩读英文小学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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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口 口 重 全 字 字 點 字 插 爛 口 母 口 字 看看這首歌寫的 鉄 oned 兩個 五三三二三 六三出了嗎 拉 拉 口 毛 口 她多了一個口 聽不聽到 她說人家多了一個口 你看看是有兩個口的 這個一個口這個一個口 是不是 對了你賴了一個口了 你懂得賴了一個口 你不會賴了一個口 這個口就會幫她漏了這邊的 這樣大家記得 對了快點補回口 這個有的 就給我一個毛 到你寫吧 儲存 餿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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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口 毛 毛 毛 你第一個口應該是上高的口 然後才沒有口,你再寫多次 1 2 3,我們在這裡走 廠,廠是怎樣寫的? 這個廠的不準是跟我們以前不同的 再寫多次 廠,繚,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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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咂,秋,冇,巧 好一點,好快要改 廠 ID resurrection 按柱。 那釣strings, 点点点点。 撕的角色。 喂, 毛巾锣和毛巾锣上。 小朋友。。。 用白板是很好的 我都贊成家里 每个家里都有白板 像这些 你英文也可以拼字玩 中文也可以写字 他写得不好 错了一刷 是否比刷破一张纸 那个挫败感没那么大 而且他在用全身 尤其是小时候 他在用整个新的力量写 不只是用手指 相对来说 是没有那么伤的手 但我们要留意 买了一些揮发性没那么强的筆 有些小时候用的筆 也可以 这个家长是怎样说的 学中文其实是觉得 那些筆很麻烦 它会乱的 就是不喜欢中文 他是喜欢英文 他学了这种口诀 他都会看到试试拆那些字 试试去讲口诀 就是现在都帮到他一些 帮到的 他是有兴趣的 看到中文字 立刻就会想想 怎么拆 是 学中文其实是觉得 经过那个一二年班之后 其中一位家长是幼稚园的资深校长 他就跟我们说 应该是幼稚园开始学写字 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现在就由K3开始 也都教这个方法 试了两届 那我们今年的暑假 还加上一个叫书空 大家有没有知道书空 有多少位知道书空 在空中写字 当时我们是这样的 是不是 对了 你有试过 我有个涌顶在这里 很好 echo那些 曾经是 我们是这样写的 但教育局是曾经反对的 因为觉得不知道 在这儿画什么 但现在如果我们是 一路念口诀 一路书空 就很多了 譬如我们今年暑假 现在做的就是 十十环 十十寸 你一路一路这样寸 念口诀一路这样写 你的记忆就更加好 有时我在公园都傻傻傻傻傻傻 在这里这样做 别人以为我做什么 但是好玩的 总结就是说 我们中文字母的教学 就试过口诀和肌肉记忆一起用 以前就只是用过什么 肌肉记忆 现在用多两样东西来帮他 那就是 用的方法呢 先看个flash 第二就看个flash之后 一路就念口诀 是用左脑 一路打功夫 玩 那个功夫是帮小孩玩 这个是他很喜欢的 第二就一路念口诀 一路书空 这个第二 跟着先在白板里面 一路念口诀 一路写 那最后才在纸里写 K3以下的小孩 我们叫他用三个笔 那这个方法是写少了 不用抄整版了 你也不用十行 他们可以写一些字 是难很多的字都写到 那我们最近 昨天使劲 有医生的E字 那有些小孩是不懂的 他都写三四次左右 那已经写到E字出来 那这个方法是快很多的 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 帮小孩密书 去厕所洗澡 坐地铁都可以 初小中英文密书 就促成化一个小总结 就记忆 我们是要将短期记忆 变成长期记忆 只有一个方法 医生告诉我 就是重复 是重复 所以我们每日读一次 其实是每日都帮他重复 是吧 他不觉得 但又念开口 很重要 那这个朗语 无论英文中文 我们都是用口 我们少了用口来学习 过往 我们应该用多些用口来朗语 第二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运动 我们香港的弟弟少运动 我们一定要运动 因为运动 令到我们的脑 多些血 多些养 才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 令我们的脑部 运作得更加好 所以不要只是死读书 都要运动 每日都要做半个小时运动 帮小朋友 接着要有足够的睡眠 又很重要 我很高兴这张照片 是很多家长去拍 因为很多小孩 很多时候有红猫眼 就是不够睡的 11点钟 我看到家长 跟小朋友去地铁 我就很伤心 小孩应该10点钟睡觉 不应该跟他这么晚 充足睡眠 他才可以有记忆 这个就是香港大学的一个教授所说 书写有助字中文越障 多聆听有助字英文越障 其实我们无论是写 motor skill也要 我们的视觉也要 我们用多些我们不同的器官 我们学习会更加好 大家舒服了 我就说完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了 多谢 有没有什么说得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你有什么提问 说得太快了 舒服了 你觉得有什么不足呢 star4的 star4.com 你讲的是学拼音那个是吗 有什么不足呢 我觉得它是去到第一第二步 去不到拼音的18个音节 那里是没有的 我其实因为要做这套书 我想我在香港最多拼音书的人 因为我都是靠看书来做事的 我没有看到他们是用教导18个 Riles的pattern是怎样出现出来的 是没有这儿的 它开头是好的 作为一个开始 Letter names Initial sound 那些是好的 有什么software support到它 有的 它们有的 我是不要讲这部分 大家看到我们有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就是讲那个密书的顺序 有一篇就是讲过中文字母的色字法 而现在黄振霞教授最初做这一套 它其实是一个输入法来的 但是输入法我就觉得 不应该这么早给弟弟们学书入法 因为在政府来说都是四年班才学 是希望我们四年班以下弟弟们 仍然是要掌握写字 所以它有软件的 你问他 你打中文字母 它就会出了他们的联络方法给你 成人里面 它有电话版 手提电话版也有 有正式在桌上版也有 那我希望大家 请 请问你那个写字中文字口语 如果是家长自己教的 是了 我们开班是六堂而已 大家都看到我们有一个报名的了 我最后那一堂我就请家长来的 我请家长来之后 他能够用了这个方法在家里帮他写 那本书就有一二年班的七百多个字 我们的程序都教了 因为我们是没有可能要很多课的 所以我们就是教家长怎么用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大约三个月前就和一些幼稚园的校长和老师开会 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 因为有个幼稚园的校长说我们应该开始写字用这个方法 那也有些学校是考虑 在九月之后开始放在他们的课程中 那通常幼稚园就没有教写字的 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太长了 那所以呢 我们觉得呢 如果家长学了更加容易 其实不难的 你一路看个flash 一路就up 那好像我刚才说的程序在这里 那你 最初那六堂我们教小孩的歌 通常他第三堂已经学了那二十一个字母 那第一堂其实他已经写一些很浅的字 因为五个字母要组成的字是很少的 他学了二十一个字母组成的字才多 那所以譬如星期一是我最后教的最后一堂 我就教写个龙字 写个龟字 写个离字 离开个离 写个艰难 个艰字 都尽量是写一些心字 然后我发觉是低班学是更加好 因为我是 如果是一二年班学 很多字他们已经识写 那我看不到是否真的学了我这个方法 所以昨天开始呢 我是问他们 哪个字 这一版字 有哪个字你们不识写的 不识写我才教 那我就令到他学到那字 那最后一堂家长来呢 家长也学到的 是 现在未有幼稚园在用中 他们是因为呢 我是两个月前统跟你说呢 他们要在课程里面的设计 放下去 那他们就会说 希望是能够 九月到课程 新鲜才可以用 但暂时未有的 但我也觉得呢 家长是可以学 是很简单的 因为好像刚才看到 他有一个fresh 那样 那 就主要来说呢 幼稚园是太多东西学了 现在你要知道 我们教了半年 那幼稚园如果能够用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是很幸福 如果他不 课程的关系 他不能够用这个方法呢 家长用了这些方法 帮他也是好的 因为写字 真的是我们弟弟 学中文最大的困难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是 请问 可以 也可以 那就是 如果弟弟一起上 有个好处 有个气氛 所以我经常都叫 家长生两个弟弟 就是一个弟弟 你就真的要跟他玩 两个弟弟可以自己玩 那就是 我是这样说 那他们来上堂 有个好处 就是有个小组学习的气氛 有个比赛那些 如果是呢 我通常都是第六堂 家长来学 学习他先 中英数都不需要的 因为呢 其实呢 謝石金教授做了的研究 是小学做 小学的补习 只是令到学生没有加分 因为其实他在做一些东西 小弟哥不懂 明知放学后去补习 小学校老师教学上堂不专心 很简单 第二呢 就是 小弟哥其实很累的 放学后很累 小弟哥放学后呢 应该是玩 看书 看电视 不是又走去读书 由早上八点钟 读到晚了 七点钟 即是回到家 又再读 小弟哥真的很疲倦 那谢教授那个 就用研究证明 在小学补习是没有帮助 中学是有帮助 小学是没有帮助 因为小弟哥是很明显的 我一会儿放学后有人问我 有人回答我 我就不教 也有一样东西 先生也是不教 因为想着 补习先生会教 所以 香港的补习气氛 真的太不好 你反而令到他就说 上堂专心听到 不用补习的话 妈妈可以放假和你去玩 或者放学后和你去玩 我和你去公园 我读故事给你听 即是你怎样鼓励小弟哥 上堂专心 比放学后要去补习 这个是我看到小弟哥的情况 是 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如果没有 我们是不是要交个墙给人 是的 我们7点钟而已 多谢大家